底下我们就要看电流密度的边界条件 假定我们有两个conductor 一个它的conductivity是sigma1 一个是sigma2 那我们要看它的current density 到了界面 比如说界面上面这一点 靠下方的current density是这个样子的 它要留到第二个界值的时候 那current density 大小会不会变 方向会不会变 那我们就要把current density 有什么规律把它找出来 我们说电流密度的法线分量 看看这个怎么会写这样子 我们先看 这是说电流密度的法线分量 有没有相连续 我们应该就是这句话 我们先不要看 等一等就会才看到 我们先由这个规律 高斯定律 电流密度的高斯定律 我们知道这个等于零 我们现在要用这个高斯定律 一定要做一个封闭面 对不对 我就做一个扁扁的一个圆柱和 这个我们在静电学里面已经看过了 这样的一个面 这上底跟下底 这都很小了 画这么大 其实它小得不得了 因为我们这个H 高度是去临 所以这个面 这个盒子要塞到这个缝里头去 这个缝不一定是条直线 你只要这个是一个平面 你就塞不进去 它去临 Approaches zero Approaches zero 它小的就跟一个点一样了 所以你可以塞到这个里头去 我们设这边是零 高度是零 那我们就把这个展开 它是我们假定 J1跟法现 夹角是θ1 J2跟法现的夹角是θ2 在Sigma2这个导体里面 Current density是J2跟normal line的夹角是θ2 那我们apply这个 它就可以变成什么 从这个面里头 从这个顶端这个上底 钻出来的 钻出来的 J2 Dot dA2 DA2就是这个面的 它的方向 就是也是normal方向 下底呢 那就是J1 这个面是朝下 外面 外表面朝下 那这个 弯曲面 因为H approach zero 这个面积就是相当于零了 我们就可以不要看它了 你把这个展开这边 J2 乘上 Δθ乘上cosθ2 因为这个积分 这个很小很小 所以这个积分就是这个值 那这个积分呢 就是J1 DOT Delta S 它的D A2 也是Delta S 大小 往下 往下 那因此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值 它在这里的投影 跟它方向相反 就是负的 这个 OK 或者说你这个值 跟这条线的夹角 这条线 DOT DA2 我们直接就把DA2 当作负的 就是这个 Cosθ Cosθ 跟DA2 相反 就能负的 等于0 那Delta S 消掉 我们就得这个值 这个就代表什么 J1的 Normal Component 要等于J2的 Normal Component 意思就是说 电流密度的法线分量 相连续 电流密度的法线方向 相连续 这个要记住 我们有很多 我们有很多边界条件 以后 你学完了以后 我希望你们把它 自己 把它整理一遍 然后一起记 这样你才记得起来 不要动一点 西一点 记得后来都记不住 我们现在把这个值 欧姆定律里头的 这个值 带到这里去 那我们就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Normal Component E1的Normal Component E2的Normal Component 这个成这个 然后把E1 E2 有时候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 E等于Fu Gradient的V 带进去 也可以 如果两个介质的电容率 分别是Y1跟Y2 那我们知道 如果这个界面 就是说 电位仪的法线分量相连续 那这个电位仪又可以写成 这个 E1 E1 这个E2 E1 就有这样一个式子 我们再把E等于这个 E等于这个 带进去 那这个就是用 J1 over C Sigma C1 这个就用 J2N over Sigma C2N 带进去 我们就发现 Sigma F 要等于这个 在界面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 刚刚我们才证明 J1N 等于J2N 所以这里本来有J1N J2N 相等了 我们就用JN来代表 所以 夹缝这个地方 就是界面的地方 它的自由电和表面的密度 是等于40Ng 是等于这个值 那 我们说 假如 假如这个值 等于0 就表示 你这个界面 不可能有 自由电和密度 假如这个不等于0的话 这个界面就会有自由电荷密度 这个完全看材料 你看到没有 完全看材料 假如这个要等于零 这个就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就表示 这一项要等于这一项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就变成这样子 sigma c1 over sigma c2 等于epsilon 1 over epsilon 2 除非这个值等于它 或者是它的conductivity 两个conductivity的比值 等于这两个界值 电容率的比值 这个时候sigma f等于零 否则的话 这个表面一定会有sigma f存在 这个要特别注意 有时候它因为题目 常常会教你算这个东西 那你去看这个材料 看这个材料 OK 有没有这个关系 好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 刚刚是电流密度的 法线分量相连续 那么切线分量呢 我们就在看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 关系曲线 就是说 j还有这么一个规则 对不对 那我们看这个是什么 j over sigma c 它的 closed path integral 封闭面的积分 你要封闭面 我就做一个封闭面 不是封闭面 封闭路径 我们做一个A B C D 那这个A到B跟C到D 这个长度都是dataL 这个长度dataL 它就是怎么样 很小很小 趋于零但不等于零 因为你这个不小的话 因为我们把这边当作很小很小 几乎是零了 就是这两条线 一右一左 几乎是重叠在一起 你要塞到这个缝里头去 这个缝不一定是直线 你如果是弯曲线的话 你这个很长就塞不进去 一定要很短很短很短 所以说这个 deltaL 其实就是DL 然后我们就做A B C D A B C D 这个缘到这个做一个 回路的一个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我们就先从 A到B A到B是一个 这个时候呢 在这边是J1 它的长度 这个地方的路径 我们用DL1 好 C到D 它是J2跟DL2 至于这两边 B到C D到A 因为这个太小了 所以这个长度几乎是零啊 那它的积分跟这两个比就小太多了 我们就当做它 小的可以不计 那就是这两个 好 这两个加起来 要等于零啊 因为这个等于零啊 好 那这个是什么 Sigma C 这个呢 你就可以 这个就可以 积分就不要了 就是J1 N.DeltaL DeltaL DeltaL是这一边 J1是这一边 所以这个相当跟这个相当的夹角 就是Z1 它就等于 J1乘DeltaL乘3Z1 那至于这一边呢 你看 J2 是这个方向 DeltaL是这个方向 这个夹角是什么 它跟它的夹角 是等于 90度加Z2 所以这个就变成 J2 乘上 J2 乘上 SinZ2 DeltaL 等于 等于这个 OK 这个我们可以看成 像这个 J1是这个 DeltaL是这个值 所以这个 这个值是等于什么 这个是90度加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 是这个角 这个延伸出去 这个角 这个角就是Z1 就是Z1 OK OK 它就等于 J1 乘上这个值 在 看看 等等 不是 应该是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看 这个图 因为画得太小 看不出来 我们就说是J1 在DeltaL方向的 投影 它在这个方向的 投影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它就是 J1 SinZ1 乘上 DeltaL 那这个呢 就是 J2 在这个方向上的 投影 那就是 J2 SinZ2 乘上 这个 这个方向相反 所以是负的 这个 这个减 这个等于 0 那我们把 DeltaL 约掉 于是就有 这么一个 equation 这个关系就是 这个就是 J1 Tangential Component 这个就是 J2 Tangential Component J1 在 切线方向的 分量 就是 这个分量 那我们看 这个分量 并不会 相等 它是有这样的 一个关系 这样的一个 关系 就是这个 关系 有这个关系 我们看的 很有趣的 就是 如果这个 戒指里面 有一个的 戒指 电导率 远大于 另外一个 戒指 就是 有一个是 Good Conductor 另外一个是 Poor Conductor 不管哪一个是 Good Conductor 哪一个是 Poor Conductor 那我们就 暂时 这样好了 假定 戒指一 是 Good Conductor 戒指二 是 Poor Conductor 那就 这个远大于 它 似乘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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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 把它改写成 这样子 Jt2 就等于 Sigma2 over Sigma1 乘到 J2t 等于 J1t 因为 这个 远大于 它 因此 这个值 就 很小 很小了 因为 这个是一个 很小的 一个小数 所以 这个就 比它要 小的 很多 很多 这个 差 就是 十的 多少次方 这不是一个 小小的 数目 所以 这一比起来 就好像 这边是 零一样 就是 这个 几乎 没有了 只有 这个 那这个 就 表示 就 这个 很小 J1t 不是 就是说 这个 不是 我 等你 我说错了 这个比 这个 大很多 因此 这个数目 这个数 就是 小于 很小 很小 这个数 是代表 这个数 就是说 这个 很小 很小 它比 J1t 要小的 很多 所以 J2t 比J1t 小的 很多 那现在 我们说 假如 这个是 某一个 定值 那这个 比它 小 比如说 10的 它 是 它的 10的 负 四次方 那几乎 就去 零了 那就 显示 说 这个 地方的 电流 密度 进入 界子 二 的时候 它 没有 它的 切线分量 界子二的 切线分量 等于零 那就说 它只有垂直分量 它进到 界子二的时候 不管你怎么进去 它进到 界子二的时候 它只有垂直分量 顾界面的 电厂 与量导体 的 界面 垂直 比如说 你这个 是一个 Pool Conduct 比如说 我们这是 一个 铜 这是 地 地当然是 导体 但是地跟铜 比起来 这Conductivity 差 速度 量 差好大 所以你这个 电流流进去 流到这里 然后要从这里 流出去的时候 这个 没有 切线分量 它只有 发现分量 发现分量 那也就是说 你在界子二 看界子一 它电流是这么流出去 那就说 这个地方的电厂 界子二的电厂 是跟界子一的界面垂直 所以界面的电厂 这个界面的电厂 是跟这个量导体 要垂直 量导体的界面垂直 边界值问题 在导体中 稳态电流的边界值问题 很类似于静电学中的边界值问题 很类似 我们等等来看 当导体中的电流 为稳态的时候 有这个 有这个关系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过了 欧姆导体的电流密度 J 它与总电厂成正比 总电厂成正比 刚刚我们讲的 有这个电厂 就是导体内 所有的电厂 还有导体外 如果再加个电厂 比如说你把这个导体 接在电动室上面 它就开始有 electro-static field 那这两个字和叫做 总电厂 current density 欧姆导体里头的current density 是跟这个总电厂成正比 好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合并 就是说我们 又加了外加电厂 就是外接与电动室 有个外接电动室在上面 然后这个电流密度 电流呢 也到达了所谓的 稳态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它满足这两个式子 于是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合并 divergent j 就等于divergent这个字 因为divergent j 等于零 所以这个值就是零 就是零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展开 这个 我们算这个等于零 这个展开呢 它就变成负的 divergent sigma c 一 这一项 这一项搬过来 那等于divergent sigma c 成一一 具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OK 好 我们现在把 1 等于负gradient的v 带入上 带入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就变成 负的 我们把负号带进来 负负的正就是这个 要等于这个值 然后这个值呢 这个值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这个值又等于这个 因为这里等于这个 它展开就是等于 sigma c 先当常数 它operated在这个上面 就是sigma c laplus v 然后再加上 这个当常数 它operate在 sigma c上面 就变成这样的值 好 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上面那个式子 好 我们就从这个式子来看 如果导体是均匀的 均匀的就表示说 它的结构是同一种导体做的 sigma c是个常数 sigma c是常数的话 这个operator它有微分的特性 所以一微分就是零了 如果是均匀 而且没有外加电厂 我们首先看没有外加电厂 这个等于零 我们现在就看这两个式子 这个等于零 这个一也等于零 那就表示这一项等于零 这一项等于零 那不是它等于零 一定是laplus v等于零 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式子 在这种条件之下 我们就可以写成laplus v等于零 这个式子仅适用于什么 记住以后要用的时候 线性物质 没有外加电厂 没有外加电厂 所以用这个式子的 这是用在导体里头 现在是只用在导体里头 那我们第四章所发展的 其laplus equation的方法 都可以用在这个地方 这一对边界条件 我们看 我们前面有讲过 current density的边界条件 一个就是 current density的发现分量相连去 它的切线分量满足这个关系 我们前面讲过的 由欧姆定律 E等于J over sigma c 从这里我们知道 这两个式子 就显示什么呢 显示 第一个 它的potential V1要等于V2 就是边界上面的 potential相连去 这是我们讲的 potential相连去 它potential 一定是 一般都是相连去 除非你这个边界上面 有diple layer 有这个电偶集成 否则它都是连去 还有就是 这个式子里面 en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就当作是 负的 partial v over partial n 这个是负 partial v v2 over partial n 符号都去掉 就有这两个 所以 这个 这一组 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要记住 没有外加电厂的时候 11等于零 11等于零的时候 那这个 导体 有这个关系 电位有这个关系 导体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个值 再重一次 现在我们假设 假如这个外加电厂不是零 可是这个sigma c 还是常数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一项不是零 这个是零 那于是我们就有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等于零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个等于零了 那这一边只剩下这一项 那我们看这个 它不等于零 它不等于零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这个等于这个 那它不是零 它不是零的话呢 那这个就等于什么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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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根据 欧姆定律 由外加电厂 所产生的 这 这 Current density 跟外加电厂有这个关系 OK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两端 去 体积积分 这个等于这个 这个体积积积分 而这个呢 根据 Divergence Theorem 这个向量的 闪度的体积分 要等于 这个向量 它的面积分 封闭面积分 封闭面积分 OK 那这个呢 也是一样啊 也是根据 Divergence Theorem 它的闪度的体积分 要等于这个向量的 面积分 于是这两个 相等 我们 这个 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在边界上面 我把这个图画出来 你看 有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可以得这个关系 这关系就是从 我们以前不是 讲过吗 Current density 就是在前面 第六童 两边 是不同的 导体 这是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它是什么 Divergence 要等于这个Divergence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说 这是另外一个向量 我这里没有画 另外一个向量 也跟这个一样 Divergence Divergence E2 请到Divergence E1 的Normal Component 相连续 Normal Component 相连续 那这个 这边也是一样 它的Normal Component 就是这个Divergence 就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字 因为你把它 取它的积分的话 这个面 J2.da 这个J 减到J1.da 这个旁边因为H Approaches 0 所以没有了 就是这个 这边也是一样 好 我们就 有这个关系 OK 那么这个J呢 跟E1之间 有这个关系 有这个关系 因此我们就说 外加电场 不为零的时候 而导体是均匀的时候 电位的边界条件 这个还是存在 但是这个 就等于这个 就是说 它的Normal Component 不像前面一个 它现在这个 不见得等于零 除非 除非怎么样 除非你的 E1 J 都等于零了 Current Density 没有Current Density 那这个 就相连续 那现在我们 底下我把这两个 做一个 做一个综合 从这里得知 没有外加电场的时候 电位的边界条件 就是这个Normal Component 相连续 有外加电场的时候 这个还是有 但是这个就不真的连续了 这个 这个 签这个 要等于这个 这个字 所以以后我们在 用连续条件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电位 的边界条件 有外加电场 跟没有外加电场的时候 不一样 所以以上结果显示 在现行界之中 跟在欧姆导体中 且边界之的问题的时候 非常的类似 都可以用Laplace Equation 我们以后会有这个立体出来 都可以用这个解 这个解除V以后 你就可以由这个式子 来解电场 E的V 来求电场 你电场知道了 你就可以用欧姆定律 求电流密度 那就看你这个 到底里头 有没有电场 有没有静电场 没有静电场 这就是零 没有这个 外接电动式的话 这就是零 这个像连续 有外接电动式 这个不成像 它是在往下 我们现在要介绍 有一种现象 就是说 这是一个导体 导体球 这个导体是Good Conductor 那么我们有一条细导线 连到它 把电流从这里 流到这里来 流到这个导体上面来 那么这个导体球的外面 是介电值 Dielectrics 不过它不是纯的 它有一些导体的杂质在里面 所以它也有一点点的 Conductivity 因此这个 是一个有杂质的 介电值 或者我们说 把它当作导体的话 它就是一个Pull Conductor 如果这个外面 纯粹都是介电值 这个等于零的话 那你这个电流 电流输进来 那它这个地方 到达了 它这个会有Charge 堆积在它的表面 就产生一个电位 如果这个电位 可以跟它输入的电位差 相等的话 那电流就不进来了 那它就是 储藏了一定的电荷 可是因为这里有一个 Pull Conductor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电流 会有一点 从这里流出来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漏电 漏电 因为它有电流流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以后就保持着 一个电流 它稳定的时候 总是流出来的 要等于流进去的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看 一个导体球 半径是R0 周围借电值 的电导率是这个 电容率是这个 这个借电值 它参有杂质 所以它有电导率 电流I重音 跟细导线 流进这个导体球 在电流层稳碳以后 就从周围的借电值 流出来 假设导体球制 电导率 远大于 Sigma C 现在要求 在借电值里头的 任何一点的 电流密度 电场 以及这个系统 这等于接地了 这无穷大的一个地 电阻 R0是多少 这个电阻 我们有时候称它叫做漏电 电阻 还有导体球 表面的 电荷密度 电荷密度 现在我们 就来看 因为这个是一个导体球 如果电流要从这个导体球流出来的话 因为这都是对称的 这个地也可以说是 无限大 都是 我们当作都是很均匀的 那这个时候呢 流出来的 Current Density 就是我们画一个R 为半径的一个球面 这个地方的Current Density 它是圆到R的方向 大小都一样 大小都一样 是球状对称的 那么 因为它现在到达稳态了 所以它有Divergent J A等于零 好 现在从 这个面上 我们现在就是说 面上穿出的电流 已经到稳态 这个电流不是说永远保持一样 它起初很大 然后是流出来的电流很小 于是它就在这里堆积电荷密度 一直堆积到电荷密度 就让这个进来的电压变小了 电流也变小了 如果这个电流比这个漏电的电流还大 它继续堆积 一直到最后流进来的电流 等于流出去的电流 那现在我们看 它以下的关系是这样子的 电流I 是等于 这个 就是说从这里流出来的电流 流进就是I 流出来也是I 所以任何一个界面电流 都是等于J.DA 如果这个界面的话 这个也算是一个界面 是一个球面 那它就是420平方 这个电流就是Jr乘420平方 那Jr就等于这个值 所以在界电值里头任何一点 它的Current Density是圆着 半径的方向 然后大小是等于这么大 方向是半径的方向 它的电场呢 我们就利用欧姆定律 假定这也是服从欧姆定律的导体 就是说它本来界电值了 它参与杂质 变成一个Poor Conductor 但是它仍然是欧姆导体 仍然有这个关系 那电场就等于这个 Jr被SigmaC来出 就是这个 就是任何一点的电场 好 为什么要求电场呢 因为你要求这个电压 要求这个 你要求这个电阻啊 电阻我们要用欧姆定律来求 好 我们就先求整个的这个 整个导体的电压 就等于说这个延伸到无穷远 延伸到无穷远 那么这个电压就是从 二零开始 这个就不是属于这个介质嘛 从二零开始一直到 无限远的地方 那一二二我们用这个带 DL就是等于DR 称是R Univector 两个一道的就变成这个值 一就是这个 那你把这个积分 就等于4πY0 C分之I 负R分之1 把这个带进去 上下线带进去 它就变成这个值 这个是 这个是 倒底球表面的电位 我们把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当做0 现在这个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的电荷等于 都是集中在这里 系统的电阻 就是R等于V over I 这个出过来 就等于这个 这就是整个 从球里头 从球面开始 整个D 它的电阻 这个叫做漏电电阻 漏电了 导体球内部的电场 我们当做0 导体表面的电场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看 因为这是一个 Good Conductor 这是一个Poor Conductor 所以从这里流出来的电流 这里的电场 在这个地方看 这个电场一定跟这个表面垂直 跟这个表面垂直 这个一定是垂直的方向 R的方向 所以这是任何一个位置的电场 但是在表面上 R是20 这个应该是R0 0漏掉了 所以表面的电场 是这个字 表面的电场 那么表面的电荷密度 它就等于ε0 乘上这个 这个界电就是 电容率是ε0 所以这个就是 导体表面的电场 是等于σ overε0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 那你把ε0 带进来 那它就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堆积在这个表面上的 电荷密度 对积在这里的电荷密度 球面的电位 球面的电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字 你也可以把e.dl 你把它这个 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 表面的电位 你现在就是看 它这个表面上不是有σ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总电量 这个总电量就是σ 乘4πR平方 R0平方 它就等于Q over这个 整个是等电位 这个球 导体球是一个等电位 那么从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电容就是这个 因为C 等于Q over V Q over V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导体球的电容 就是这个值 那现在我们 看看R乘C等于什么 就是这个 界电值的漏电电阻 乘上这个导体的电容 漏电电阻 乘电容 4πR0 约掉 约掉就等于 sigma c分之 Y0 那么 导体 这个是 漏电电阻 乘上这个导体球的 电容 要等于 要等于 借电值的 电容率 比上这个 借电值的 Electric conductivity 这个关系 以后我们会 以后我们会用得到 以后我们会用得到 像这种关系 就是R 你要记得 R C等于这个 这个R就是漏电电阻 漏电电阻 这个C就是 你这个导体 这个系统 不一定是球了 以后我们会讲到 别的样子的东西了 它是等于 Ipsum Zero Over C 这个就等于 这个借电值里头的 电容率 被 它的conductivity来除 我们以下 也可以从 这个关系 从以下的关系 导出来 假定 这个是一个 这个外面 这个是 借电值 但是它不是纯的 它里头有杂质 导体的杂质 那这里头有几个电极 比如说这两个电极 摆在这里 这个带正电荷 这个带负电荷 如果你这个都是 绝缘体的话 那它这个电 不会跑 不会从正电荷 从这个 高电位跑到 低电位 不会了 但因为它有 杂质在里头 它还是会有一点 电流从这里 跑过来 因此这个就 就有一个 所谓的漏电电阻 产生了 那么我们显示 两个电极 一个带正QF 一个带负QF V是两个电极 它的电压 我们在这里画一个 封闭面 把这个电极封住 就是这个封闭面 把这两个电极 分开 分开 S上的电容率 与它的电导率 分别是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是在界电极尺上面 画的一个 可以说就是高斯面 不过它并不是要求高斯定律 所以它不一定要一个 有对移动的 有对称性的东西 那么这个是在戒指里面 我们刚刚说了 它的电传导习俗是这个 电容率是这个 而且这个处处都相等 我们假定它都相等 这个跟这个都是常做 那么现在 这个上面有 Positive Q 这是电极上面 因为电极 当然你可能会有 这个电线通到它 所以它会 你可以给它带电 假定这个正QF 就是这个电极上分布的 正电荷 这是这个电极上面 分布的负电荷 系统的电阻 系统的电阻 我们可以 假定是V over I 就是它的电压 被当中的电流来除 电容 就等于QF 被电压来除 C等于Q over V Q要用这个Free Charge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就把 R跟C乘起来 就是这个 乘上这个 把V约掉 就变成Q over I QF 就是这个上面 所带的QF 它是等于什么 它就等于 我们这里画一个 高丝面 那么我们不是有 Electric Displacement 的高丝定律吗 这个要等于QF 对不对 好 I 就是从这里 四面八方流出来的 Current Density Dot dA 集整个的 这个Cross-section 这就等于是 这个电阻值的一个Cross-section 好 然后D呢 它跟电厂的关系 因为它在接电子里面 它是Y乘1 而J呢 因为这是一个导体 Pool Conductor 根据欧姆定律 它是等于Sigma C over E 好 我们刚刚不是假设 这个都是常数吗 那你把常数提出来 里头分子跟分母 不都一样了吗 约掉就变成这个 所以漏电电阻 存上这个系统的capacitance 现在的系统就是这个capacitance 那等于这个界电值的 Epsilon 它的电容率 被它的conductivity来除 这个关系要记住 以后我们会用到这样的关系 会用到这样的关系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